中共二十大开源了 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 事先确认的中共委员名单也通过了 由这个名单上剔除人 包括原先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 例如李克强这些都是预定了出局的人 而不是投票的结果 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投票 不会改变事先就已经被人剔除了的人的命运 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 都只可以就列入这个名单的人去投票 那么谁来选择名单上的人呢? 又是由谁来确定最终付出投票的名单 这次的新闻日集的名安排的中央委员的挑选和过程 来分析二十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选择过程 中共二十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 差不多两年之前就开始的了 2020年底 习近平就开始谋划二十大中央委员的挑选 三个月之后 习近平分别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成立二十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 组长是习近平 习近平给了每个省或部 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二十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 由去年7月开始 先后分三批派出了45个考察组 对三十一个省市一百二十四个中央和国家机关 中央企业作专门的人士考察 中央官委也派出了八个考察组 对于二十五个的官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组去考察 中组部派人来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 也就是说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考察的过程非常谨慎 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 不私下会客 出门不留一句话 房间不留一片子 以防地方大员去打探人士消息 中组部的考察人员 基本上都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 作个别的谈话 用来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 最后才是与被考察对象见面 与本人谈一次 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接被人虐谈 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 这个时候的考察基本上就结束了 由程序上来说 这种做法历来都是这样 习近平当年都经过很多次这样的程序 一步一步地爬去现在的位置 有媒体认为 习近平选选二十大的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 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 不可能将每个人都发展成为技术式又信任的习家军 那他今次选选二十届中央委员有什么特点呢 了解这些特点 有助于去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 是按照什么标准来选的 二 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 规定了二十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 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 习近平专门由中部组那里强调 又不入中央委员 不可以对号入座 依惯例 首先政治上要达标 这句说话的意思是 过去江湖时代所选选的中央委员 往往都是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 谁是省委书记 省长 谁就去做下届的中央委员 而习近平就提出 现任的大员如果政治上不够忠诚 不可以继续做中央委员 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选选中央委员的时候 会等地方幹部对于本身大员的官场口碑 头一切票 这种做法在官场上被称为海选 而习近平否认了所谓的海选 只是允许中央委员的考察人员私下访谈 这样的访谈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考察人员会费尽心 让地方幹部去说一些真心话 有时候如果地方幹部不敢说真话 这样考察人员就会根据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 进而去继续追问 例如说二十大之前 中早报在某省考察当地的大员的时候 问一个被人约谈的地方幹部 该省的某个大员是否有担当 在习近平时代 有担当这个字的意思是 地方幹部要敢于去执行习近平的指令 而不计后果 就算是会招离民怨 而这个被约谈的地方幹部 对于这条问题一言不答 表情犹疑 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的情况 由此可见 在习近平的眼中 地方大员的仕途 首先是取决于 勇敢为了习近平冲锋陷阵 不计后果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官场上 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第三 查考救账私刊 今次中央委员候选人的考察 习近平总要求中早报的考察人员 必须要调查被考察的人 是否曾经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过信告状 中早报的考察人员 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的时候 也需要求当地纪检部门的负责人去签字 地方大员如果有什么问题 被当地的纪检部门掌握之后 往往都是记不处理 也都不会上报 只是会传当 按照习近平简宣 二十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 地方大员被人考察的时候 纪检部门 要是就拿这些传当的举报材料 要是就签字保证 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 那就是等过当地的同级检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中央委员参考名单 还要送到了中央检检检检检检检战 清湖感涂时代 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往往是封存,不予查住 其实那个时候的纪委只是一个摆设 而习近平现在就要求中央纪委对二十大当中 选选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查件过往的举报档案 看看是否有什么旧状 习近平对于新一届中央委员选 还有一个跟江湖时代不同的做法 就是要查他们的私产 考察人员除了去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之外 还要去查他们的房产 也要查大员的配偶、子女和子女的配偶 是不是经商这些? 因此可以说 现在被人选选的中央委员 相对江湖时代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 但是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 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第四,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之后 会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 上部给政治局去审批 最终由习近平来决定名单 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 先后召开了六次的政治局常委会 转门去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 这些的考察结果 正是会被中南海的高层看 并不会被二十大投票 选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去了解 二十大10月16日开会 而政治局常委会会在9月7日才确定 今次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 供二十大预会代表预选的时候用 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 第一轮的预选是叉压选举 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压选举 习近平交给二十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 而预定的中央委员数是205人 预选差额是17人 差额比例是8.3% 对于二十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 他们对于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 所以那些在预选当中被差额逃汰的人 很可能就是说本身代表当中有人不满意他 结果那些票少了就被人逃汰了 至于最后进入了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 因为说是等压选举 名单上的人预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个踢 所以一定都会当选 五 预定了被人出局的人 可否在投票当中翻盘呢 外界对于差额选举当中被末尾淘汰的人 往往都不关心 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 大家都没办法知道 谁在预选当中被人差额淘汰了 二十届政治局常委和常委名单公布了之后 这两个名单里面 有不少原先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 围绕着这帮出局的人 各国的媒体发表了不少的评论 但每一间的国际媒体曾谈及到 这帮人的出局真是意外来的吗 其实 今次中央委员的名单当中 被剔除的那些原先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都是投票之前就事先确定了 其中除了年纪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 一些还未够年纪的原政治局常委 例如说李克强 早就已经被人预定出局 这样投票的时候 二十大预会代表当中 李克强的支持者 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 或者正式选举当中 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 然后投他一票呢 当然不排除个别的预会代表 这样做的可能性 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会被大会秘书作废票的处理 即使预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 加上名单之外的名字投上一票 而负责运作的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 把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 这样是不是会改变习近平 事先预定好了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如果说是靠在候选人名单上面的个人加上个名字 就可以等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 那就是说太不了解中央对于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 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投票过程 不会改变事先就已经被人剔除了个名字的人的命运 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 只得已经被高层列的名单的人 才会有可能在投票当中当选 而那些已经被剔除的人 即使他们自己都在会场里面投票 就只可以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自己出局 这个就是中共高层独裁所谓的党内民主 投票是虚 操纵是实 事先决定好名单 严格去控制投票的过程 确保名单如数通过 于是就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6.中央委员入面红二代官二代成为了历史 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 主体是省部级和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 也有少数地市区和军队军级的官员 以及金融企业、国有重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干部 还有个别的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 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 99%以上是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如果由家庭出身来看 今次中央委员基本上是无杀红二代或者官二代 唯一的例外 就是中央委员名单上刁盘没在的潘岳 他的老爸是原解放军铁道兵 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 抗战的时候参军 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文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潘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的时候 提倡绿色GDP在知识界那里颇得人心 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税低速 坐了冷凳板 2020年先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这个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凳板 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 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的间谍 这些部门有钱又有势 就不是潘岳可以去掩子的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说 老的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会接班 老干部子弟就是说习近平这些红二代 高官子弟就是说他们的父亲不是中共的老干部 但曾经担任中南海高官 现在来看 除了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 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 基本上是不会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我们下期见